的確在昨天之前 我們都以為在中常會 甚至在下禮拜中常會 就已經可以做出 所謂民調式的一個徵招 就是徵招韓國一出來 可是昨天郭台銘 在我們的中常會 得到那個榮譽的 這樣講狀完之後 顯然這個態勢 又完全做一個改變 所以我還說 這比八點檔連續劇 還要精彩 只是不曉得 未來投入這個精彩的主角 到底有哪一些人 可能配角也很精彩 我們必須要說 國民黨人才當然積極 但是能夠接到地氣 能夠真的帶領黨 打贏2020的人 我們基本上要非常省慎的 來思考這個非常決定性的 一個問題 郭台銘 他不管你知不支持他 他絕對是投下了一顆震撼蛋 他跟韓國瑜 其實他們兩個 有很多的共同點 為什麼 共同點就是 他們兩個基本上 都是大於國民黨 我必須要去說 因為韓國瑜 他為什麼能夠在 深入地區能夠贏得15萬票 一定有很多中間選民 而且是過去從來不投 國民黨的人會投票給他 這是非常重要的 郭台銘基本上面 我必須承認在2016年 那時候國民黨大敗之後 第一次討論到總統大選 就有人把他的名字提出來 因為大家就認為 馬英九是因為整個經濟沒有搞好 所以我們敗掉了這一座的張圈 是你右邊的這一位 對 然後之後 之後我們就認為說 能夠找一個非典型的 國民黨人出來的話 能夠把經濟搞好 那當然他就會是讓國民黨 可以從這個浴火鳳凰的方法 再一次的重生 那顯然郭柴銘 就是在這一波討論當中 特別被提起來的 只是我們認為那時候太遙遠 那包括後來比較接近的時候 郭董也特別被問到的時候 他其實態度也沒有那麼樣的明確 而且還說總統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這不再在兩個禮拜之前 他特別提到了 誰知道在昨天的時候 他就去拜訪我們的板橋的慈惠宮 那個就是他發跡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知道郭董 如果是真正以那個地方為開始點 我想他很多的心意 已經有比較明確的一個方向了 所以我只能說 他們這兩位 不管是誰出來 都是大於國民黨 他們兩個很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什麼 基本上郭董有2000億 韓市長就是兩袖清風 但是兩是不太一樣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點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韓國瑜的意向非常的重要 韓國瑜他從823的所謂的 高雄的5000個天坑到現在為止 韓流其實一點都沒有消退過 所以大家目前為止 我的辦公室最近幾天 已經被那個電話給打爆了 每個人就會告訴你 告訴你非韓不投 你不要以為你們國民黨多厲害 你們當初如何如何 就會是如何如何 不過因為我的選區在板橋 郭台銘其實跟板橋 也有很大的一個淵源 所以當然也有很多人打電話過來 覺得板橋有這兩位有很大的公約數 郭董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人才 所以我的辦公室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是板橋的地方性 然後但是我還是可以 完全感受到韓流 他們對這個目前為止 很大的一個焦慮 那個焦慮就是 他們不想好不容所凝聚的 那種所謂的投射的心理 因為這樣一個變局 然後被打破還被打散 但是最大的一個焦慮 還是一句話 如果是郭董代表國民黨出來 有沒有辦法把持續韓流 讓大家對於他 對於有一線希望的那種感覺 可以持續到明年的1月11號 我想這是個最現實的問題 我們必須承認 郭董他的確有他非常大的 特別在經濟結構 還有跟各國組織元首等等之類 他們一個很友好的一個關係 而且重要的是 他的參選可能會讓台灣的能見度 因此就提高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要是正向來去看待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畢竟韓國瑜他的民調 他的名氣是已經得到 很大的一個驗證 特別是從美國回來 你看那個華僑 那個整個僑胞 對他的瘋狂的程度 很多人還打電話回來說 如果不是韓國瑜的話 他們是不會回台灣 這個對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要審慎的思考 這樣一個問題 但是我也必須要去強調 郭董他如果要 撐上國民黨的一個初選 最大的部分就是 打回了我們原有的一個機制 或許對吳敦義主席而言 因為他現在目前為止 是完全為韓國瑜量身訂做 用很彈性的方法 又用徵招的方式 來把他去的方式 像郭董弄起來 而且他又不斷的強調 所謂制度 遊戲規則的 一個重要性 這遊戲規則的重要性 某種程度也可以得到 一部分中常委 跟中央代表的一個認同 特別是得到吳主席的一個認同 因為他覺得可能他出來 會解決的他一些破例的方式 可是某種程度大家也會解讀 從昨天在中常委所頒發的 那個榮譽證來說的話 那也是一種彈性 也是一種突破 所以既然有所突破的話 那到底有沒有方法 選出一個最好的人選出來 所以現在的焦點 都還是停留在兩個因素上面 如果我們可以內參 國民黨自己做民調 然後透過這個民調 不對外公布的民調當中 選出一個目前為止 最有勝算的人 然後有主席用看什麼方法 來做後續的一個處理 所以是建議回到這個直接徵召制 用民調直接徵召 可是在目前為止在郭董 不過這個方法就排除了郭台銘 對 所以沒有 就是把郭台銘含歸 這幾個人全部把它納進來 做個內參去 郭台銘說他不接受徵召 我們內參 我們內參的方式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基準點 這就像是 你是說先做民調 再決定到底要用徵召制 還是用初選制 這會是一個很多人所提出來的方法 這就像是小英跟賴清德一樣 你如果說是小英跟賴清德 如果差距沒有到3% 他們就會考慮以現任總統之資 不到3% 面對大選還有很多的變數 這時候需要冒這麼大的風險嗎 同樣的 你現在韓劉整個的狀況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兩個人民調 沒有差距到很遠的話 你是否主席會考量 回復到我們國民黨 所謂的真正的制度 制度就不是徵召 制度就是所謂的 初選的遊戲的規則 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說 一個內在的參考這個民調 彼此之間差距多少 因為郭台銘宣佈參選到現在 不過兩天時間 國民黨應該立即做這個部分 做這個部分裡面 他們應該有一個機制 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我只能說 郭台銘他不但的強調 用一個徵召的 拒絕徵召 他用民調的方法 而韓國瑜 他已經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他不會參與所謂黨內的初選 所以目前為止 從頭到尾 就是韓國瑜個人的意志 韓市長 如果他個人的意志覺得 他真的要為大家 為那種凝聚力 為那種僑胞 還有所有人基層 對他的一種感動度 來做一個處理的話 他勢必要有很明確的一個表態 否則若照以前 目前不考慮 目前不考慮 現在已經4月底要5月 目前不考慮 當國民黨啟動 所謂的一般的初選機制 然後就會有候選人產生 這個候選人 我們假設是郭台銘好了 如果郭台銘產生的話 如果到9月10月 整個的情勢 特別是我的很多的 民進黨的委員已經告訴我 郭台銘當然是很好 他的整個經濟結構 我們都沒有辦法贏得過他 不過你們郭董 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我們可以抓到的點 就是他很容易被激怒 如果這個時候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不斷在挑釁 而郭董的霸氣 像CEO的霸氣 如果他的整個特質 沒有去做改變 當然我相信他會把 這個很多的效率提升很多 沒有辦法改變的話 這會投下非常多的 選舉裡面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變數 畢竟他沒有經過這個 所謂政治上面的淬裂 所以這整個的局勢來說 我覺得韓國瑜從美國回來了 他個人的整個的 顯性的意志 我剛剛特別強調 明顯顯性的意志 到底是如何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真的不選的話 他對於所謂 廣大的韓粉的安撫 也只有韓國瑜 親自出來說明白 才有辦法 否則國民黨 在這一局當中的話 會因為陷入 比較是跟大家過去所期望之不一樣的 整個的磨合 還有整個 你不要忘記現在才4月 到明年1月11號 整個就有這麼長的時間之內 一個持續性的 全民很接地氣的 一個所謂的 持續性的一個魅力 這個部分裡面 也是我們很大的考量 因為這幾天我們都沒有見到韓國瑜 只有你見到 你研判一下 從他聽到郭台銘要參加初選制度之後 他的談話 他的行為 他跟選民的互動 你自己研判 如果國民黨徵召 他進入初選的機制的話 他會同意嗎 我個人覺得 如果今天4月份就要辦初選 我覺得 你先不要管時間好了 也許是5月 也許是6月 如果你在短時間內就要辦初選 韓國瑜要去領表 機會太低了 我沒有說領表 我是說國民黨徵召他進初選的機制 我覺得要看黨主席的做法 就像柯仁瑋剛才講得很好 你必須要在黨內先要有個共識 如何先把可能的 一個參選人或候選人 這是吳敦義的職權 你現在只要管說你研判 你在韓國瑜身邊 你研判 如果這個局 國民黨的黨主席 做了一個直接徵召 韓國瑜進初選機制 跟郭台銘一起參與初選的狀態之下 韓國瑜參與的可能性有多高 你不代表韓國瑜 代表你自己 你自己研判 這個可能性高嗎 至少超過一半 所以還是有可能 50%以上 所以是有可能 是 打算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